老爷庙是一个充满故事传说的地方 而鄱阳湖中的老爷庙水域 更是有着中国百慕大 鄱阳湖魔鬼三角之称 曾经是一个沉船不断 让人觉得凶险而又神秘的水域 至于那片神秘的水域 曾经沉没过多少船只 对于沉船现象 民间又有哪些猜测 频繁出现沉船的死亡真相是什么 这些沉没的船只又到哪儿去了 在此我们就一一揭开答案 传说 在1945年 日本侵略者意识到自己必将失败后 在我国大肆掠夺金银财宝及古董 并将这些掠夺而来的财富 装在了一艘排水量2000多吨 名为神户五号的运输船上 打算偷偷运走 1945年4月16日 满庄掠夺而来的财富 神户五号偷偷在鄱阳湖入水 打算经鄱阳湖进入长江 然后顺长江而下 经崇明岛出海回日本 然而 令日本侵略者们想不到的事 在鄱阳湖老爷庙水域发生了 就在神户五号行驶到老爷庙水域不久 原本平静的湖面 突然间狂风大作 巨浪滔天 这艘装满我国财富的贼船 从此消失在老爷庙附近的水域中 而船上的200多人 更无一人生还 后来 为了弄清神户五号的沉船原因 日寇驻九江的海军 派了一支专业的潜水打捞队伍 到老爷庙 不过 当这支潜水打捞队 潜入到只有30多米的沉船水底时 意外再一次发生了 潜到水底的整支专业打捞队 仅有一人浮出了水面 并且已经精神失常 而其他人再也见不到踪影 1946年夏天 美国潜水专家爱德华·波尔 带领一支潜水队再次到老爷庙水域打捞神户五号 可惜在连续打捞几个月之后 除了失踪了几名潜水员外 其他的仍是一无所获 至此 神户五号也和掠夺的财富一样 永远地留在了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水底 而神户五号宝藏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到现在 如果说神户五号的沉船记录多少带点民间传说的色彩 那么下面的这些记录却是真实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 一艘渔船从松门山出发去老爷庙 当杭治老爷庙附近时 岸上的老百姓眼看着它忽然间变沉默了 而船上的十多个人也都不幸丧生 1985年3月15日 一艘编号为饶基41838 载重250吨的运输船 于早上6点半左右 在老爷庙以南大约3000米处的水域中沉默 更离奇的是 1985年8月3日 这一天 除了江西晋贤县航运公司两艘载重20吨的运输船 在老爷庙水域先后离奇沉默外 还有另外12艘船 也在老爷庙附近的不同水域中沉默 只这一天 在老爷庙水域沉默的船只竟然多达14艘 到了1985年9月 一艘安徽省的运输船 经老爷庙以北的水域运送竹子时 行驶的船只突然自动熄火 并开始下沉 船员们抱着竹子逃上岸后 发现湖中灼浪翻腾 而运输船早已沉入水中 至1985年一年 在老爷庙水域有记录的沉船 就多达20余艘 1988年 都昌县航间站的负责人表示 这一年又有10余艘船在老爷庙水域沉默 据不完全统计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 发生在鄱阳湖老爷庙水域的沉船事故 就已经多达100多起 如果加上60年代之前的沉船事故 那么这个数字将是惊人的 如此频繁的沉船现象 如此多的沉船事故 给老爷庙水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让它有了中国百慕大 婆羊湖魔鬼三角之称 同时又被过往的船只称作死亡水域 由于婆羊湖老爷庙水域 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沉船现象 在民间 人们对它的沉船原因 也变有了各种不同 甚至有些离奇的猜测 在古时 由于人们的知识限制 由于老爷庙水域频繁出现的沉船 有些人猜测是因水怪 或老爷庙传说中的袁将军造成的 对于古时这种离奇 又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猜测 甚至有些人还拿出了证据 不过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中 对于水怪或者袁将军的描述 却是各不相同 有人描述水怪像几十丈长的大扫把 有人描述水怪如同一条会腾云驾雾的白龙 还有人描述 袁将军是一只巨大的袁 当然 对于这些描述 只能说是一种民间传说 它们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除了当时的离奇猜测 对于频繁出现的沉船原因 还有另一种比较科幻的想法 结合百慕大三角曾经的飞碟之说 现代一些人认为 既然老爷庙水域被称为中国百慕大 那么沉船原因也可能是由外星人的飞碟造成的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甚至还有人称 在鄱阳湖老爷庙附近 曾亲眼看到一个圆盘状的飞碟盘旋在湖面上空 并且盘旋飞行的时间 接近十分钟之久 不过对于飞碟之说 目前并没有任何照片或者影像记录 其可信度较低 除了以上两种猜测 民间还有老爷庙水域出现频繁沉船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特殊纬度上之说 关于这种特殊纬度之说 主要来源于一本书 书名叫《神秘北纬三十度》 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五 在该书中 不但列举了国外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埃及金字塔 百慕大三角 还列举了我国的天柱山 神农架 三星堆等地 这些地方 或有巧夺天宫的古建筑 或有神秘莫测的破坏力 亦或是留下了难以解开的谜团 而它们的共同点 都是在北纬三十度附近 巧合的是 老爷庙水域也在北纬三十度附近 如此一些人便猜测 它也有像百慕大三角一样的神秘破坏力 虽然民间的猜测不少 各种说法也层出不穷 但是这些猜测 或是带有迷信色彩 或是个人凭空想象 亦或是从书上升班硬套 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是让人难以信服的 为了查清老爷庙水域 频繁出现沉船的原因 让过往的船只能够提前预警 保证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相关部门 决定组建一支专业的科考队 对老爷庙水域进行深入考察 揭开这个所谓的死亡真相 2014年 在水文专家韩李贤的组织下 一直由气象 地质 水文 潜水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科考队 正式展开了对老爷庙水域的揭秘 说到韩李贤 他本是当地的一名地质水文工作者 更是水文方面的专家 至于为什么要组织这次对老爷庙水域的科考 还要从他的一次离奇经历说起 在当地做地质水文工作者的时候 一天 韩李贤因工作原因 要经过老爷庙到婆阳湖的对面去 看到当天的天气晴朗 水面更是风平浪静 他决定自己划船过去 顺便观察一下婆阳湖中的水文变化 然而 正是这个决定 让他险些丧命于老爷庙水域中 也让他下定了对老爷庙水域揭秘的决心 风平浪静的湖面上 韩李贤轻快地划着小船向对面驶去 天空中看不出一丝一样 当他划着小船进入老爷庙水域时 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涌起了层层波浪 不过对于突然出现的波浪 常年和水打交道的韩李贤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小船继续向前划去 然而 在他将船划到老爷庙附近时 天气瞬间发生了变化 一刹间 天空中狂风大作 湖面上巨浪翻滚 就连天色也变得暗了起来 甚至连几十米外的湖面也看不清了 狂风巨浪不断地拍打着小船 此时趴在小船上的韩李贤 在原本熟悉的湖面上 早已经迷失了方向 不过 韩李贤不愧是一位 常年和水打交道的水文专家 尽管面对着前所未见的危险 但是他依然沉着地划着小船 成功地避开一个又一个的浪头 后来 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生死挣扎后 老爷庙水域的风浪渐渐小了起来 天色也慢慢地亮了起来 在风浪渐小能看到对岸后 韩李贤疲惫地把小船划回了岸边 上岸后的他在连续几天里 犹如得了一场大病一般 正是因为这一次离奇的经历 让韩李贤相信了老爷庙水域的怪异 也让他下定了揭秘真相的决心 此后的日子里 他一有时间便划船到老爷庙水域附近观察 甚至守会了该水域附近的全图 不过因为再没感到这片水域的深处 观察了多年 他也没能找出怪异变化的真相 听完韩李贤的离奇经历 科考队的其他队员一时沉默了 虽然这个经历有点神奇 听上去像是神话故事 但是它却有很大的真实性 毕竟一个水文专家 本次科考的组织者 是不会编造故事欺骗大家的 为了了解老爷庙水域的真实情况 解开怪异现象背后的真相 科考队决定先去这片水域的中心处 实地考察一番 很快 科考队便乘着专用的考察船出发了 一路上 考察船行驶得极其顺利 平静的湖水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怪异的现象出现 这种情况 难免让科考队员 对韩李贤之前所说的经历 产生了一些怀疑 然而 当考察船驶进老爷庙水域时 韩李贤所经历的怪事 又一次在科考队员们实际上发生了 当船只驶入老爷庙水域不久 原本风平浪静的水面上 再一次突然地刮起了狂风掀起了巨浪 狂风吹的人有些站不稳 巨浪拍打的考察船剧烈摇晃 出于对队员们的安全考虑 考察船只能原地掉头 并迅速地离开这边区域 科考队第一次进入老爷庙水域探索 就被突然出现了狂风巨浪下退 导致他们失败而归 这让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于是在调整好心态之后 他们决定再次探秘老爷庙水域 然而无论是第二次还是后面的几次 每一次进入老爷庙水域后 都会遇到狂风巨浪 这让科考队不得不暂停 对老爷庙水域的探秘 无法进入到老爷庙水域的中心 让科考活动一时陷入了僵局 怎么办呢 正当大家愁眉不展之际 一名队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每次到达老爷庙水域 突然出现狂风巨浪时的情景 都差不多呢 有了这个提示 大家纷纷查找以前的沉船记录 希望能在这些记录中找出端倪 那或许就是寻找真相的突破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 还真找到了每次沉船的共同点 出现沉船时的天气都很好 湖面大多是风平浪静 造成沉船的原因都是突然出现的狂风巨浪 除了找到沉船时的共同点 科考队还发现 沉船现象一年四季都会发生 没有季节性可分 发现沉船现象没有季节性 科考队推测 造成沉船的原因和季节带来的个别恶劣天气 没有多大关系 真想 还得在老爷庙水域周围找 老爷庙水域周围 两大主要因素便是地势和水情 首先 老爷庙水域所在的区域地形非常独特 在湖口县的入口处 它的地势较开阔 一旦进入该区域 西岸紧邻庐山 东岸则是丘陵地带 两岸的高山将该区域紧紧地夹在中间 使它成为一个大致东北到西南走向 低矮且狭窄的水面走势 其长度约40公里 宽度在3到15公里之间 在该区域的老爷庙水域 地势更是狭窄 水面宽度仅有3到5公里 如此 从该区域的入口外 到老爷庙水域 整个地势成一个喇叭状 而老爷庙水域 正在细窄的喇叭嘴处 其次 老爷庙水域所在的湖区 水情非常复杂 从老爷庙水域至都昌县湖段 水面比较宽阔 一旦进入老爷庙水域 河面变得很狭窄 吉山 松门山 又把它与南面大湖分隔开 致使修河 辅河 小河 信河 几股水流 从不同方向流至老爷庙水域汇聚 如此 也就导致老爷庙水域的水情非常复杂 使它成为一个狭窄 并且是多水汇流的中心地带 找到老爷庙水域 地势和水情的独特复杂之处 通过对他们的科学分析 科考队很快便找到了 频繁沉传的所谓死亡真相 从独特的地势上分析 当风从喇叭口处的湖口线刮尽后 到达喇叭嘴处的老爷庙水域时 受狭管效应的影响 风力会快速增大 出了老爷庙水域 进入都昌县的宽阔湖面时 风力又会迅速减小 即使没有风刮进这片喇叭状的湖面 老爷庙水域狭窄的江面 受两岸山中刮来的阵风影响 也会瞬间刮起大风 这也是老爷庙水域 忽然出现狂风巨浪的原因 从复杂的水形上分析 老爷庙水域的位置 同样处于湖面的喇叭嘴位置 水从南面大湖流向长江 经过老爷庙水域时 因湖面忽然变得异常狭窄 导致水流猛然加速 另外 多条河流的河水在此汇聚时 也导致老爷庙水域中的水流 极其混乱 出现一些较大的漩涡 暗流 甚至是对船只存在高危害的 弯道螺旋环流 如此 在狭管效应引起的狂风巨浪 和漩涡暗流 弯道螺旋环流的多重作用下 老爷庙水域 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而这也就是频繁出现沉船的死亡真相